京区体育馆正在进行的是由 近海卫视携手大城武艺 以及WBK郑武魂为大家共同打造的 龙斗挑战一切不可能 跨年功夫之夜的比赛 接下来是今天晚上的最后一场 中一对抗赛的较量 现在双方的比分已经战成了2比2 我们的中国军团是否能够战胜 由伊朗的战神们组成的伊朗军团 让我们一起期待最后一场比赛 出战的双方分别是来自 伊朗的蓝方选手阿吉德 以及来自中国的红方选手孔军 首先请看大屏幕 大家好 我叫孔军 来自辽宁府心 训练于沈阳荣道俱乐部 大城武艺是全国非常好的平台 能够来大城武艺参加队的比赛 感觉到很明星 今次我会看到了很多 我会看到你 在《云上人》 和《云上人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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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会看到你 非常好的 帥先助长是来自伊朗的蓝方选手 马吉德让苗勤 马吉德 战斗 在红阶线 马吉德在伊朗 从伊朗 177cm 84kg 由莉莉莉が fit expect to fight for we yes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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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锁制啊 没有做成 刚刚想做一个关节的这个锁计啊 背锁 我们看到这个对方的防守确实也是非常严谨 是 孔军现在这个战术选择的非常好 用这种身体的重心的控制 要当心 哎 款款没错 再次齐称 这种连续中击 地面砸击 一两选手在下位 能不能逃过这一截呢 能不能翻过来 现在目前看来是有点困难 因为孔军的体重非常的大 有90公斤 一两选手现在也是在顽强的反抗 他这是压迫型的反抗 防守 他现在是争取呢 不给孔军很好的体位和距离 对 因为比赛呢 现在开始呢 只是到了这个回合的中断 对 对于孔军来讲呢 是占据了先机 可是作为一浪选手来讲呢 这个时候能不能顶住 有一个翻盘的机会 对他来讲是至关重要 起球 哎能起来吗 哎真的 这个需要抱怀力 对 我说的孔军的重量非常的大啊 马上调换了姿势 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嗯 这种特别调整啊 对他来讲呢 是不是 嗯 心情有什么把握呢 就继续的压制 对 对方的手疼出来了 还是进行一些非常的 蛮强的抵抗 对 但是一两选手在这种战斗的意志品质上 还是非常出色的啊 一直在坚持 这是一名沙城老将 对 继续进行压制 现在用西部呢进行一些控制 哎 现在用狗击 又是完成了棋胜 又是到了棋胜的位置 二 三 四 控制反控了 这回合还有 对方的腿呢 在争取呢 能够对孔军的这种的进攻 进行一些遏制 对 还有三十秒 还有三十秒 看看孔军有没有机会 在第一回合终结对手呢 严重考验 这双方体能消耗还是非常巨大的 对 主要是因为一直是在这个龙边啊 这个 呃整个施展的空间非常有限 呃 因为对方啊 对于这个守护的这个支点控制 确实也是有很深的造语 所以孔军在悬在上方 但是他这个击打呢 确实受了很大局限 没错 时间到了 确实因为没有足够的距离 所以孔军在这个击打上 呃这个力度也是有限的 那比赛本质确实是紧张激烈 精彩 很精彩 呃伊朗选手可以说在第一回合呢 这个后半段也是算是逃过一截吧 我们看到开场伊朗选手这个想做一个断头 但是没有做成 但是自从这个断头之后 后面基本上都是孔军对伊朗选手的压制 但是我们觉得伊朗选手呢 能从这么严酷的狂风暴雨的联系猛轰之下 能够逃脱出来呢 确实也是说明他的实力 对 确实是不容小贵 对 其实通过前面几场比赛 我们能看得出来伊朗选手这种抗击打能力 你看在地面 惊人 是非常惊人 他在地面的下位被压制的情况下 还能够不断的反抗不断的反击啊 那接下来就要看看两个人第二回合 会有怎样的表现了 那当然在观看比赛同时 大家还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 摇一摇 点击摇电视 关注龙斗的官方微信号 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当中来 那大家呢就会有机会赢取拳击的手套 格斗护具等等 非常豪华的大奖 那今天晚上呢 我们一共是有七轮的摇奖环节 所以大家在电视机前屏幕前呢 可以持续的参与我们的直播互动 好 现在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现在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 比赛开始 哦 这一开场 一开场 一开场来自伊朗的选手 小心小心 不能谨慎 两个开门腿啊 通过局限休息 我们看到伊朗选手呢 确实还有一些 连续的组合拳 统军呢确实也是临飞没乱 对 顶住了对方的致命的反击 刚刚开场 伊朗选手的三盘腹砸的有点狠啊 而且呢 他这个反击非常突然 对 你看孔军 孔军其实现在也是通过一个这样上位的压制的方式 来稍微缓解一下 节奏上呢 争取向自己的主动的这个方线啊 进行一些扭转 对啊 看到孔军也见红了啊 因为这段拳腿啊 应该说对孔军来讲呢 嗯 嗯 这种压力和他的这种干扰 是显而易见的 嗯 可能孔军也没有料到 这个一开场之后 来自伊朗的 对啊 马吉德会这么迅速的 用这种组合的拳腿进攻来予以反击 你看 比赛中的任何情况都可能出现 对 所以在比赛中呢 心理准备战术准备 体能的准备 战术上的这种应对的各种样的措施 都应该有充分的意料 不打无准备之仗 不打无把握之仗 没错 一个高扫之后 这边呢 马吉德连续的上钩 然后又接高扫 确实这个打击的力度 对孔军来说 哎 两个人重新投入比赛之后 迅速的又进入到战斗状态 孔军应该是还是非常聪明的 但是呢 对方啊希望能够转上位 小心对方的断头啊 这个位置能要上断头吗 我们看看 他插的把位啊是在腋下 对 所以这样的靠力气的这种使用呢 和他角度上准确的精确的压制 颈部动漫 那么说的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对 而且一两选手的另外一只手 是在这个把位之外的 好 好 上来了 逃过一劫 我们看到这个 孔军呢 被刚才的这种狂风暴雨的这种 猛打呀 嗯 轮番的进攻啊 嗯 确实搞得有点转向 对 但是呢他迅速的调整了心态 是 是 这个选手呢应该说呢 确实还是后生可备 后来 居上 现在孔军的一条腿 是被来自伊朗的马基德夹住 现在处在马基德的一个半防守 半防守的一个状态当中 他是呢要防止嗯 到上位齐化 对 进行这种武松打虎式的这种 没错 没错 这样的一个位置是绝对不能让孔军过腿的 因为一旦过腿 孔军如果来到上位继续的 这种杂鸡的话 对于马基德来说 因为他的第一回合 就已经尝到了这个苦头了 哎 还是被齐称了 这回主动啊 这个机会难得呀 对 看孔军能不能抓住 现在呢既要凶狠又要耐心 对 啊 马基德还是翻过来了 还是出来了 危险危险 哎 这一下不能把头给对方 不能把 啊 啊 漂亮 又是一个抱腿摔 又把马基德放倒在地 真是翻名覆语啊 对 瞬间的变化 嗯 这个回合比赛呢 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 对于孔军来讲呢 严峻的讨厌 这个时候想到呢 自己是非常艰难 非常艰苦 非常的忍无可忍 但是对手的跟你情况 相比之下呢 他也没有强多少 对 呃 两个人在这种地面缠斗当中 耗费了大量的体力 好 孔军现在还是 对手的品质 还是拿到齐正 地面的肘肌 来回肘肌 对 一辆的选手还是想起啊 还是想起桥啊 起不来 被孔军压制 嗯 孔军现在也是非常聪明 对 尽量的让对方的这种 手臂对自己的控制 能降到最低 没错 抓准机会呢 就是用肘肌 因为肘肌和拳法的这个 相比之下呢 他的效果会更为初初 嗯 其实我觉得 呃 孔军在 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可以 找一个机会 看看能不能 就用这种关节的 呃 这个四字步 对 索记 来进行下降服 因为这个是 但是他这种 连续中击啊 实际上呢 中间这个机会是有的 嗯 因为我们看到 现在在下面的马基德 在体力上 感觉已经有一点点 支撑不住的感觉了啊 所以他这一开局的时候呢 他属于孤诸一致 嗯 使用了 对对对 绝命杀手 对对对对 希望能够呢 突如其来的 身来之彼能够取得胜利 舍身求胜 嗯 这是其中相声的一种打法 对 哎 啊 护齿掉了 护齿掉了 啊但是裁判没有裁判没有观察到 护齿掉了 护齿掉了 因为刚刚裁判的这个视线应该是被阻挡了 他没有看到 因为他的这个第一视角啊 嗯 还是要看对方被击打的时候那个状况 对对对 是不是能够承受 有没有对 非常重要的一些危险情况的发生 嗯 现在第二回合还有最后的七秒钟 比赛又被叫停了 哎 这是刚刚那个护齿弹出来的一瞬间 这护齿正好弹在了选手和 这是被打飞的 对 这护齿正好弹在了选手和 就是弹在了裁判的另外一侧 嗯 一个视野的盲区 对 所以场上裁判的看不到 好 第二回合的最后七秒钟 摇紧牙关 抑制品质的考验 哦 不出一外应该就是这样了 时间到了 对 好的 那刚刚大家看到的呢 是我们为大家带来的中一对抗的 最后一场比赛 第五场比赛 男子85公斤级的较量 当然呢 随着这场比赛的进行 我们也注意到 现在时间悄悄的 已经来到了晚上的11点30分 距离2016年 新年钟声敲响呢 还剩下最后半个小时 呃 当然在这最后半个小时当中呢 我们还会持续为大家送上精彩的 呃 MMA的赛事啊 那等一下呢 我们也非常荣幸 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擂台之上 跟大家一起来 迎来崭新的2016年 呃 这种时间推移呢 是我们更加的感受到 什么叫爱拼才能赢 对 当然我们的拳手啊 也在这个擂台上 从15年打到了16年 我们看到伊朗选手这边 呃 的这个 他的 应该是教练组 在不停地给他做着各种各样的 放松的这样的工作 因为伊朗这名选手今年年龄已经有36岁了 而对面的孔军24岁 伊朗选手足足比孔军大了一轮啊 所以在体力上体能上肯定是孔军占优势 对 这个伊朗选手马基特现在这个肌肉有僵硬啊 或者是说有这种 呃 这种 酸痛的感觉啊 是 可以理解的 决战决胜第三回合 用了一个潜入 嗯 非常聪明 嗯 嗯 在前面回合叫做中呢 他领教了对方呢 这种冷圈冷腿啊 嗯 所以对他来讲呢 就选择在这个回合 把对方撂倒 利用自己的力量优势 那么对他来讲呢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嗯 嗯 对方呢是 意识到了 对自己来讲呢 这种考验是非常严峻的 对 所以现在是 争取找些好的把位 尤其呢 对自己的这个 优势技术 能够更利于发挥 嗯 现在是胶着的状态 嗯 使用西爬 嗯 但是我们看到孔军这个 哦 鼻子的伤势还是有点严重的 这边很重 对 这边马基德 嗯 他在这个不同的角度呢 连续进行猛攻 不停的上钩 哎 护齿掉了吗 挺过 护齿掉了吗 护齿掉了吗 护齿掉了 这边马基德的攻势特别的凌厉 哎 现在 现在是护齿掉了 并没有说明这个比赛的 对 呃 是不是宣布结束 对 裁判员的最后口令 裁判应该是没有 没有给出 没有没有给出终止比赛的 这样的一个一个手势 我们看到是 呃 伊朗的 嗯 这个裁判组呢 是 有没有一种希望啊 伊朗的交流组有点过于兴奋了啊 过于兴奋 对 高兴得太早了 对 我们看到这边孔军并没有放弃比赛 嗯 但是呢 这一段时间的这个 拳腿的猛攻啊 嗯 就是对他来讲的严峻的考验 嗯 如果选手的护齿掉了 呃 刘老师我们是必须要终止比赛 嗯 这个按照比赛规的规定呢 嗯 这个护齿是保护运动完一个重要措施 没错 没错 而且呢 他不是有意的突出这个护齿 所以呢 还要看场上裁判员和裁判长的这种沟通 嗯 哦 哎 没错 没错 下面场目比赛结果 本场男子八十五公里以上级的最终 裁定结果为来自伊朗的蓝房选手马基德 TKO获胜 马基德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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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位 让我们有请颁奖嘉宾 国家体育总局 武术运动管理中心 殉进三部 周金彪部长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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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